我們來看到含有致癌物蘇丹紅的辣椒粉 現在到底流去哪裡了呢 台中市食安處再追查 掌握到了分別是流向的 包含在全聯販售 還有台中的漢萊海港餐廳 以及市售的蝦味鮮 鮮辣口味產品都有 所以目前已經全數下架了 避免問題食品流入市面 食安處已掌握台中市 三家食品製造業者 七家經銷販售商 以及三家下游食品業者 已全數下架停止販售或使用 初步掌握本市有進貨 或使用到問題辣椒粉的產品 既有寄生公司生產的 家用421調味料組合 主要於全聯販售 共計1800多瓶 以下架回收1700多瓶 綠蓉公司的蝦味鮮香辣口味產品 既有2600多公斤 主要通路為全聯 保雅 中聯百貨 統一 全家 賴愛富便利商商等處 現已全處下架停售及回收 另外上有精華食品公司 購入辣椒粉約36公斤 未售出的有15.3公斤 以下架回收 另售出給台中的 漢萊海桿餐廳 三元商行 以及五仙級國務商賣 來使用及販售 均以下架停用 後續將多處業者 確實的回收相關問題產品 在三元商行 辣椒粉絲 雙級國務商工 就有問題 成績